客户经理是做什么的? 由于各个公司的经营策略不同,并不是所有的客户经理都从事同样的工作。 有的客户经理仅提供前期的客户开发工作,而不具体为客户提供服务。 而有的客户经理则仅负责为现有客户提供服务,而不开发新的客户。 以银行客户经理为例,其职责包括 全面了解客户需求并向其营销产品、征览业务。 同时协调和组织全行各有关部门及机构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在主动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建立和保持与客户的长期密切联系。 而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客户经理,必须具备良好的社会交际和组织协调能力。 具有时间管理和团队精神的现代管理意识,性格要热情开朗,有责任感。